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次我是很失望 这封信正正是表示一种政治挂岁 政治挂岁 政治挂岁的态度 以政治的态度来处理 令到校园的状况更加紧张 肯定是明确了 如果不是的话 如果早几年前 14年佔中的时候 其实都挺混乱的 不同的学校之间 大家有不同的理解 大家有不同的处理办法 其实都会带来一个相当程度的混乱 你现在就觉得很明确了 局方站在教育主管部门的立场来说 我是反对白货的 其实我们的态度基本上没有改变的 我们反对任何政治的活动 带到入学院里面 我们反对任何形式的罢货 过去那段时间因为停了货 我们都看到复货之后 整个业界都很努力在处帮同学去学习 我们不希望这件事发生 我们看了就觉得他利用社会上对国家安全法 还没有完全了解 或者他们散播很多我们觉得不实的讯息 去误导令到学生去参与 所以我觉得教育局对他们现在推行的一个 罢货公投的态度我们要讲得清清楚楚出来 我们是希望可以帮到学生 帮到学校做好教学的工作 因为这个时候真的应该再有任何罢货的情况 在学校里面出现 我们在封信里面都讲得很清楚 我们就觉得公投那件事 其实本身在香港的制度里面是没有这件事的 无论在法律上或者在我们的安排上 从来都没有一个所谓公投的制度 所以公投本身没有一个法律的基础 也没有一个法律的合力 而一些组织自己在网上所谓的公投 其实实际上是没有什么意义